CNN采访团队驱车 挺进乌东阵线卢干斯克州 连发枪声不断传来 还四处冒烟 CNN记者话才刚说完 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俄军无人机 裁访团队立刻坐上车逃离现场 俄军目前集中兵力强攻乌东 乌军在卢干斯克州仅存的控制区 人口原先达10万的北盾内刺客 原有一半的地区已受俄军掌控 不过CNN记者脚踩的地方 被炮击轰成了大窟窿 这里原先是一座电影院 被当地民众当成避难防空洞 现在却连躲避之处都被轰烂 传出人约有1.5万平民受困 就怕战争事态升级 拜登讲明了 不会给乌克兰能打到俄罗斯境内的火箭 乌冬失守的几率因此更高 英国一份机密报告指出 俄乌开打3个月以来 俄军已阵亡3万多米士兵 不过普丁认为这些代价换取 乌冬的胜利完全值得 但分析师也认为 就算俄军无法完全攻占盾巴斯 普丁也不会走到动用核武这一步 记者综合不到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